港府国安处29号抄家立场新闻大抓捕 所谓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前一天也被扣给了苹果日报主管群 民主派媒体被迫一一关闭 台湾台北律师公会全体里监视 30号声明严重谴责港府 律师桑普警告 香港境外的媒体也可能被红色迫害 就要层层加码 把这个善断罪再加上来 与其在这个法律上面打文字杖 根本跟法律无关 是个政治迫害的问题 中共2020年强加港版国安法 声称管辖范围扩及世界任何人的言行 港府这次动用1938年的煽动罪 管辖采取属地主义 却也可能被无限上纲 在互联网上传递这个新闻 你可以触及得到香港的受众 也有可能说行为结果属于在香港 认定里为在香港的犯罪 看到手机有一个应用程式 你就是怎么样 无合理辩解 管有管理跟持有 煽动性看物 港府动用的煽动罪名 起于1938年 港英殖民时代的煽动条例 时代背景 1937年7月起 中华民国在大陆开始8年对日抗战 欧洲战场1939年爆发 1941年 日军攻占香港 桑普指出 在1997年以前 煽动罪名 港英政府只在1967年用过一次 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支持者 受中共文化大革命影响 发动六七暴动 企图推翻港英政府 在香港实行共产主义 使用炸弹袭击 甚至滥杀平民和军警 在1997主权一交前 末代港督彭定康 试图推动民主化 被中共阻挠 但彭定康完成了修法 把煽动罪范围限定在煽动暴力 煽动公共骚乱 扰乱公共秩序 不过特首董建华当局 却压下不公布新法案 维持1938年 殖民和二战前紧张背景下了旧法 1997年彭定康在末代的时候 曾经把煽动罪加了几个字在里面 然后得到当时立法局跟彭定康的通过 为什么九七当天不公布 他是埋下一个种子到现在来用的 等于中国大陆那个寻衅自私罪一样 口袋罪随时可以把你入罪 97移交五年 董建华就配合中共 推动23条国安恶法 引发50万香港人上届抗争 当中共近年打着所谓 二次回归去殖民化的旗号 强加国安恶法 香港人待遇 却比港英殖民下糟糕得多 长期试用多项 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 也被中共空心化 美国前国务卿洪佩奥曾警告 共产党所谓统一 不是统一而是殖民 学者吴瑞仁曾经分析 中共所谓一国两制的争议 是以一国之名行中共帝国之实 以民族之名行中共殖民之政 要把香港作为扩张的红色前哨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谋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